主料,低粉200克,南瓜120克,糖20克,烈奶10克,盐3克,酵母2.5克,橄榄油8克,辅量,白醋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将红南瓜融倒入面包机,加入烫鱼链奶,倒入低粉,加入酵母语盐,启动搅拌机,搅拌成团石,加入油鱼白醋, 搅拌至面团光滑不沾手,取出面包机桶,盖上保鲜质,至于室温进行第一次发酵,经过大概1.5到2小时,面团膨胀至原来的二二五倍大,且面团组织成蜂窝状,则发酵完成,五倍为准,取出面团重新揉成光滑不沾手的面团,分割成六分面团, 滚圆风持15分钟,然后搓成长条形,绕着螺旋模具卷起来,收口藏鱼内,放入蒸笼上,放在锅里将盖进行醒发室温则可,醒发完成时,面团膨胀至原来的1.5倍大,鞋脱在手上有种很轻的感觉,则醒发完成,冷水下锅,大火煮沸后,转中火蒸15分钟, 熄火后再慢三分钟,即可出锅,趁运取出来收放凉即可食用,烹饭技巧 1.夏天拔面团要注意,不要发过度,过冬就会变酸 2.做包子发酵很重要,请拔药到外,蒸出来的包子才松软好吃 3.加入白醋,令包子口感更松软 4.蒸包要凉水下锅 正好时不要第一时间打开,熄火三分钟后才好打开,以免包子回缩 5.取用面包机揉面团,夏天最好打开盖子工作 6.加入橄榄油,使包子层次更好一点 7.在锅中醒发时,锅底可以注入一点热水,这样能加快醒发,时间会缩短一点 8.加入南光荣就不用添加清水获买 8.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